章儿听到老人家说自己可以自由出入 当堂头都不定砖就立刻走出去 他在花园随便摇了摇 人家真的没有拦阻他 但是那两条大汉依然不紧不慢地跟他身后 章儿见到这样心里都不知很生气 因为好笑 他慢慢地将这两天的事情仔细地想了一次 越想越觉得自己拿来的 是自己荒唐之志才有这样的结果 好地地你去喝什么酒 而且在这个人地生疏的地方 自己连朋友照顾自己的人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喝醉他呢 喝醉都不要紧了 又荒唐去打雷台 结果狐狸狐途地被人捉了回来成亲 本来 硬拉自己入罪的这户都算是大户人家 而且这个乡女呢 也都是的确不错 但是章儿的心怎么都不信 半夜三更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有个女子就捐入自己的户人家 虽然说人家是贴着大厂就贴着新房 但是这样搞的就好像被那女子强暴自己那样了 这样的遭遇普通人都未必能忍得到 何况是我张怡啊 再说如果这件事被人传了出去 比旁娟那个臭小子知道 还不被他笑掉大牙吗 而且当日自己还在素秦面前 说过自己呢 此生此世 对玉蝶此情不遇的 那现在突然间娶了个老婆 素兴算兴他们问起 哎呀那我怎么解释得清啊 章儿越想越觉得没人 越想越觉得后悔 他叹了一口气 挨在树上 仔细地想 自己应该怎么脱身呢 哎呀 这次 正一在玉垂砧板上 也是自己走醉之后拿来的 这人 真是雅老食黄年 有苦自己之 不过 后悔都没用 这些是以前的事 关键 是现在自己要怎么做 这次来到楚国 本来是想做一番大事业 怎么知道还没开头 就被个女子潜上 如果她一直跟自己这样斗潜下去 哎 哎呀那我这生人 又怎么可以施展抱负啊 章儿越想越惊 不行 不行 我一定要离开这树 想了一会儿 她忽然间就想到一条路了 一有了主意 章儿当时整个人都不同了 之前是垂头喪气 现在就精神爽力了 她快步地回去 自己和香女那个洞房 香女正在房间之中 又执拾着包袱 看到她回来了 就说 富郎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吗 是啊 哎 香女 你执拾包袱做什么呢 哦 我看你说想去外边走下 所以我执定包袱 打算陪你出去而已 哦 现在我又不觉得闷了 啊 那 那 那你不出去了吗 哦 刚才老人家不是说过的 我们刚刚新婚 这三日之内 不可以有一刻婚来的嘛 对了 我想请问姑娘 富郎啊 你 你怎么能够再叫奴家做姑娘呢 啊 是 是 既然成了亲 那应该换个称夫的了 那你说 我应该怎么叫你好呢 那当然叫 夫人了 章儿听到 发面一红 一时间 这个称夫 我还不是多惯 我还叫得不是很顺口呢 不如 我就叫婚香女呢 请问香女 你会不会续棋的 香女拧拧头 她的发面有点红了 哦 那 那那会不会弹琴呢 香女又拧拧头 神识更加尴尬 富郎 如果你喜欢女子做这些的 奴家 奴家以后 找人去学 哦 学就不用了 琴棋书画 蚕访即兽 这个是中原女子 在自己闺房里面 所有贼念的技艺 在下以为你都会懂的 那才随便问一下而已 那你说 其实平时你喜欢什么呢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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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剑 啊 练剑好啊 我都喜欢练 香女 香女听得又怕又喜 哎呀 猜不到原来 猜不到原来 你都是爱剑之人 你猜不到的事 还有很多 富郎啊 富郎啊 香女 香女 抽出把宝剑 递给张儿 既然 你都喜欢剑的 不如 你也都没露剑法 给奴家学一下 张儿听到 心里当同 勃勃地跳一跳 自己的剑法 在他眼中 哎 都不知道 撑了多少皮了 但是刚才 已经说了出口了 也都不好意思 不承认 拿个把剑 看了几体 哎 这把女子用的剑 大丈夫 又怎么可以 用它来练剑呢 香女听得又笑了笑 即时试个皮女 拿了把宝剑过来 香女就接过 双手递给张儿说 富郎啊 这把 算不算是丈夫之剑呢 张儿接个剑一看 哇 只见把宝剑 上面寒光碧人 伸手轻轻一弹 轰一声响 知道是剑中绝品 好一把 吴勾剑 富郎真是 识剑之人啊 这把剑啊 是几年前 爹用了很多钱 请一吴地 最好的驻剑师 驻出来的 两把宝剑之一 那两把 雌虹剑 奴家用的 是质剑 你这把 是爹啊 特意为 不好看吗 不是 你这把剑法非常好看 但是 好看就好看了 不过没什么用 哦 那你冒下你的剑法来看看 向女武器痴剑 剑下来 几路剑势攻出来 哇 果然是攻势凌厉 剑气逼人 哎呀 你这把剑法非常凌厉 不知道是什么剑法呢 呃 向女迟了一下 呼狼实在要问 奴家就照实说了 这一路是公孙剑法 是我们家传之记来的 公孙剑法 在下都没听说过的 不过 你这把剑术 真的适合近战 是上等剑术来的 向女啊 你可不可以 教这路剑法给我啊 奴家的身体已经属于夫君了 这路剑法 当然都是属于夫君了 于是 他就摆开架势 教章仪练剑 章仪的人很聪明 兼够以前有剑法的根底 加上向女又教得用心 两个人由上午练到天黑 哈 这个章仪 居然将公孙剑法 就没得有招有式 已经似乎得到一些公孙剑法的精要了 到了晚刻的时候 大家练剑都练得很累了 那才沐浴更衣 章仪呢 就着了件碎衫 睡在床上 另外呢 就用床被 就蓋着自己 向女见到她 今日都始终不和自己亲热 但也都不要说什么 也都拿了另一床被 就睡在床上面了 畢竟练了整日剑 所以两个人 睡了没多久 就各自睡着了 其实章仪是诈睡的 到了三更天的时候 章仪是确信 在身边的乡女已经睡得很軟 她这样才省大眼 轻手轻脚 走到门边 轻轻拨拨的门蜀 哈 果然 看来 乡女的家人 以为自己已经低头应命 所以今晚没什么防备 外面居然没所门 章仪的心是很高兴 即使轻轻拉开了门 然后轻手轻脚的 就跑了出去 果然 那老人家可能听到人品告 说章仪今天 跟乡女两个人互相念见 都不知道多么开心 看来 她已经回心转意 所以今晚也没再叫人防备自己 章仪轻手轻脚的 沿着她今早观察好那条路 来到院子里面一部矮墙旁边 翻墙就出了去 跟着她都不敢停留 即刻回去自己做事的那间肉店那里 收拾包袱 留夜出了城 就直奔狼牙方向而去 走了整晚 来到武阳城 这阵时 武阳已经跟径山一样 都被继军占据 由于这个原来是楚国的地方 艺军的防备又不敢松懈 所以日夜都紧闭城门 章仪又没办法 只要兜过城门向东而去 一直来到雨水河边 这样才找到小镇 走了这么远路 真是又累又饿 章仪见到路边有一间客栈 就立刻走过去 入到店内一看 见到客店里面 现在可能因为很早就没有其他人 只是有个带着尖帽的白衣 年轻人就坐在前边 显然 他都进来没多久 章仪现在的肚子都不知多饿 找个地方一坐下 这云呢 自己终于走掉 摆脱危机 心情都不知多好 大声地叫 小姨哥 过来 要四碟小菜 一壶老酒 刚刚说到这里 似乎又想起什么 即时改口 走就不要了 免得喝醉 无事 刚刚说到这一句 坐在前边的白衣 年轻人 喝着kid 笑了声 章仪听得有点不好意思 向人家也笑一笑 年轻人 你不用笑我了 你别以为 我喝不到酒 我现在有急事要赶路 如果不是 我可以和你一人一坛 看看谁酒量究竟 那年轻人听到 又是笑了笑 另一身不理他 这个时候 里面的伙计 就牵开门脸 走出来 门脸一牵开 带他一股微风 呼呼地吹过来 章仪问到 随风飘过来的 他竟然有一股淡淡然 他很熟悉的香气 但是 究竟是什么香气呢 闻了一阵 又闻不到了 咦 为什么忽然间这么香 张儿想一想 但毕竟现在肚饿 都废话去追究了 又叫了几声小耳 谁知见到小耳干 将几叠菜 摆在前面的 年轻人的桌上 还摆了一壇酒 人家轻转身走进去 张儿见到这么叫了 喂 小耳 小耳啊 怎知这个小耳 好像根本听不到他说话 怨都不怨他 张儿就生气了 正想拍桌骂人 突然间前面的白衣年轻 摔低头 拉低顶战帽 这位哥仔 我想你省点力气了 这个小耳是龙的 他听不到的 啊 那 那掌柜呢 掌柜刚刚出去了 啊 那小耳是个龙的 掌柜又不在那里 看的样子啊 自己看来呢 就叫不到什么菜吃的了 想起床走人 但是肚子真的饿得肚子啊 一时之间 张儿正是感到很无奈 那个年轻忽然间说 人兄你如果不介意的 我请你喝一杯啊 张儿听他这么说 又望着人家 整台都是怂 还有两壇酒 哇 口水都流了 他眼睛一瞳 哈哈 小兄弟 你一个人怎么这么多菜 我想你想吃都吃不完的了 不如这样 那 这围台呢 那些酒菜钱 全部都我出了他 我请你来 见到对方没有反对 咦 自己的心就有底了 走上前 举起酒着说 来来来 小兄弟 在下请你吃一顿饭 敬你一杯 他年轻微微一笑 担高头 也举起酒着 好啊 夫郎 请 张儿一听到这句话 当堂蛇的人呆了 原来 坐在他对面 这个白衣 年轻的不是谁 只是女扮男装的乡女 你 你 夫郎啊 就你身上 带了几个铜钱 这餐 还有我请你了 来 我们夫妇 干翻一杯 张儿 哪里喝得下去啊 啪 放下 走着 你 你 你为什么会来到这树的 阿爹说过 按我们坐过的习族 大婚之时 夫妻在三天之内 是绝对不可以分离的 夫郎 你和奴家 大婚都没过三日 你要去这么远路 奴家 又怎么能够不跟上来啊 那 这么说你一直都跟在我身后了啊 不是跟在你身后 是在你前边啊 那你 你又怎么知道我去哪儿呢 夫郎 奴家嫁了给你 那你自然是你的人啊 无论身前身后 你又何必戒怀呢 唉 张儿 长叹一口气 他终于明白 自己又无论怎样 看来 都走不出乡女这家人的手指那的了 索性就放开怀抱说 今天讲得对 那又讲得对 再下伏了 来 饮酒食彩 饮饱食足之后 乡女就找过钱 一招手 在外面 早日有个大马车停在店外 两个人坐上马车 乡女就指着辆车 东兜西转 啊 辆车居然驶入了深山里面 一处营寨之中 张儿定眼一看 只见那只营寨门口那里 有块牌件写着 茶牙山 吾黄寨 吾黄 这个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寨主 和乡女这家又有什么关系呢 张儿正是满肚疑问 乡女闹声不出 就拖着她 来到营寨中间的 仪式厅那里 张儿定眼一看 只见仪式厅正宗坐着的人 哎呀 原来正是前几日 自己见过的乡女阿爹 老人家见到她 一摆手 叫她不用行礼了 单刀直入地说 言婶 你刚刚成婚 就想去越国 有什么大事 可不可以告诉老夫知道呢 张儿看一看老人家 又望望乡女 他心想 照这样看不说老实话 就很难脱身 再说 这个老人家既然嫁个女儿给我 我想他肯定不想害我 于是 张儿拱着手就说 万生姓张明儿 原来是魏国人 这几年 我都在云梦山里边 跟鬼谷先生学艺 之前 鬼谷先生推断 说要使人民安享太平 除非就使得天下走向一统 所以我和苏秦师兄两个人 一起出山的各奔东西 正是想 找一个民主辅助 希望能够助他一统天下 看来小女的眼光真是不错 而言世是胸怀大志之人 只不过 鬼谷先生的大名我早就听过 言世你既然是鬼谷先生的高徒 今天应该辅助天下英主 为什么反而要远去这个万宜之地 游泳一个不惜时务的月王呢 张儿迟了一下 见到周围也都没有外人 他就说 万生认为 未来天下 只有两个国家 可以有力将它统一 一个是秦国 一个是楚国 张儿不才 希望能够辅助楚王 成就帝王之业 就现在的形势来看 越国自从吞并了吾国之后 成为楚国后方的心腹大患 如果楚国要一统天下 不首先将越国这个肿瘤解除的 这样就一定很难 进逼中原成就大业 张儿去越国 就是想将越国这个老虎引出来 然后帮楚王一举除去 听到他这番说话 老人家忽然两眼放光 双手竟然因为过分激动 而微微战斗 向他也非常激动 忍着紧紧地抓住张儿的手 我又不记得自己练过武艺 练到张儿 痛得几乎要叫出声来